好 另一個部分呢 只要來看到的是在大陸 這個非常大的一個空安意外 這個是大陸東航客機 在廣西墜毀飛機墜地之前 現在被人家拍到說這個畫面 當時飛機呢 是垂直的斷崖式墜落 說短短呢 一兩分鐘的時間 奏教大概有將近八千公尺 那麼到目前為止 現場說還沒有發現任何的生還者 有很多飛行專家看到畫面之後 他們都說這相當罕見 也讓最近飛鞍事故更添隱雲 進入器拍下一道黑影 向下垂直俯衝 東航載有132人的客機 最後時刻相當驚悚 原定從昆明飛往廣州MU5735 起飛後一直保持平穩飛行高度 卻在下午2點20分 從近九千公尺高空急速下降 一分多鐘奏降近八千公尺 只在廣西無洲山區 斷崖式的死亡俯衝觸目驚心 雷達數據圖顯示 飛行員曾試圖拉伸高度 一度止住下墜 最終卻未能力往狂瀾 不幸罪毀 村民則表示撿到了罹難者 燒毀焦黑的皮夹 裡頭有高鐵票 機票卻再也等不回主人 目睹一切的村民被巨大聲響 嚇趴泥地 就連離事發定四公里外都能聽見 不少飛航專家都表示 讓機頭朝下筆直垂落相當不尋常 前飛行員推測 失事班機為波音737-800 過去波音737 MAX就曾因飛機 公角感測器故障墜機 機上乘客全數罹難 此外他也表示不排除客機 全部發動機停機 導致飛機失速 不過失事原因得先找到黑盒子 真相才得以波雲見日 正信片與北京報導 好 這畫面真的太驚人了 今天上午要跟我們一起來 做專業討論的是 順風飛行協會的理事長 饒自強 饒理事長早 主播早 大家早安 首先要跟您請教一件事情 我們知道饒理事長 先前也是一位飛官 其實我們要請教的是 在飛行員來說 剛剛很多人看到這個畫面 都講了兩個可能性 一個是飛機的公角感測器失靈 一個是引擎全部停機 您怎麼樣來判斷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另一件事情則說 當時這一架飛機 說在撞上山坡前的速度 是逼近音速 音速在我們一般人的觀感上 是非常非常快的 這個訊息可能透露著 什麼樣的內容 好 不管它是不是 什麼公角感測器失靈 一般來講在白天目視的天氣 飛行員都有本能運用外界的 天地線的狀態 來維持飛機的姿態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不管它是不是有 這方面的故障 飛行員都不會這樣子朝著 地表面筆子的衝下來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疑點 但我們知道飛機在有任何的故障 機械的故障 它都可以靠著飛行員操作的方式 來操控飛機 而且飛機的翅膀是有生力的 它不會因為某些部分的失效 而導致它沒有辦法操縱 跟沒有辦法來維持飛機的飛行 來找尋破降的地點 通常我們知道 如果飛機的這個機械故障 那會影響到飛鞍 第一個我們在可操縱的範圍內 另外一位機組員一定會無線電 跟相關的管制單位來做通話聯繫 看起來並沒有這個動作 第二個它必須 它也必須要在可操縱的範圍內 操控飛機慢慢的下降高度 如果情況緊急就尋找適合的 這個操縱的地點 如果不是那麼緊急的話 它可以申請周邊的這個緊急的備降場 臨近的備降場來落地 這個是基本上飛行員的一個做法 那怎麼樣的情況是像這個畫面上 這麼高的速度彼此的衝呢 我想可能只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在飛行員都失能的情況下 那飛機也有可能會有這個動作 但是我們講的飛機它是有生命的 它比較不會 就是說比較難在沒有操控的情況下 會這樣抵折的墜落 那是不是有可能是有機組員 或熟悉飛機的人 刻意的來操控這個飛機 讓這個飛機導致於一直在 高速的這個俯衝 逼近因素這麼快的速度 來這個垂直的插入地面 我想這個可能性會比較高一點 不然以這個民航機師來講 我們有經驗的話 基本上要操縱這個角度 其實是有相當的難度 就是說必須要刻意來維持這個角度跟姿態 才有可能這樣子下來的 所以當這麼高的速度 畢竟因素插到地面上 基本上根本就是無解 一定會散得滿地的碎片 是基本上是很難會有生還者 或者是會有完整的 相關的結構存在 是 所以剛剛饒益師長您提到的是 您的判斷是比較有可能跟人為 你覺得不排除這樣的因素 這是不能排除的事嗎 對的 因為我們講就是說 如果是飛機自然的這個狀態下 它不應該是這樣的姿態 除非有人刻意去操縱它 讓它導致這個姿態 才會這麼樣的 應該講這麼樣的大的 浮腳的情況下 在民航機來講 我們倒是第一次看到 連在模擬機裡面模擬飛行 都很難達到這個境界 要非常的專注跟 靠某些的狀態飛行 才有可能造成這個結果 所以基本上 人為的因素占了比較大的成本 好啦 我們先看一個新的消息好不好 離去場先等我一下 因為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現在在當地的搜救行動 來到了第二天 官方最新的消息是 現場還沒有發現生還者 另外能夠釐清事故原因的 關鍵黑盒子 現在也還沒找到 一步調查組將全力以赴 搜集各方證據 重點在事發現場 飛行記錄器的搜尋 並綜合各方面的信息 開展事故原因的分析工作 深入全面查明事故原因 一旦調查工作取得了進展 將在第一時間進行公佈 大陸民航局安全室的主任 朱濤他表示 因為飛機損毀相當嚴重 再加上當地的天氣跟地形 等等因素 調查難度是很大的 所以目前還沒有辦法分析 造成事故的原因 搜救人員在第一天的 搜救過程當中 只有發現飛機的殘骸碎片 以及失聯人員的錢包跟證件 但是在現場 還沒有發現生還者 也還沒有找到黑盒子 好我們都知道 在這個飛安出事之後 最重要就是要找到 這個黑盒子 那想要請教的是 老理事長 就現在如果說 當然第一步 首要就是先找到黑盒子 才能夠釐清原因 有可能可以怎麼樣去判斷 或者是找到黑盒子之後 就專業的角度來講 第一個應該先看什麼 好 如果我們找到黑盒子的話 可能相對的一些飛行軌跡 就會增向大白 我們可以看到 Flight24裡面的軌跡顯示 它是在一個3萬多尺高度 垂直瞬間就垂直的下降高度 我覺得這個是蠻不尋常的 照理說如果是你機械故障的狀況 它不會是這麼劇烈的一個垂直 筆直這個俯衝的這個狀態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疑點 就像我剛剛提的 如非是這個懂飛行駕駛的刻意操縱 否則很難在自動駕駛街上的這個期間 突然間就改變它非常大的姿態 朝地面補充 這個是我相信航空業界的人 大概都很清楚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由這一點來判斷 如果黑盒子出來呼應了 它是瞬間的就改變很大的飛機的姿態 那是誰造成的呢 不大可能是這個自動駕駛造成的 那極有可能是解掉自動駕駛 是有人為刻意的操縱 來導致這個自殺式的這個墜毀事件 好今天上午要非常謝謝 然後理事長來接受我們的專業訪問 感謝您 謝謝 好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